我自己的管理风格是比较开放一点 还有很注重团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一间公司最重要资产就是他里面的人 是要公司里面的人发挥到最好 才会令到你的公司发挥到最好 所以一定要跟团队一起合作去听他们的意见 不过有时也学到的就是 我们有时会说又要听又要不听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你一定要听 因为你这样才可以将集思广益 将最多最好的意见融合一起去取得最好的结果 有时真的大家太多了 太多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你反而会集中 所以大家也要学会听到对的 最重要是要向目标去做 去做好我们每一件事 我觉得在我做管理里面 最影响最深远的人是我爸爸 我爸爸都会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的生意 他每天都很努力去做 但是他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经验 可以跟我去分享 而令到我觉得真的很宝贵 尤其是有一个他经常都会说 他曾经跟别人说过就是说 他跟别人的公司财力是差很远的 但是为何他都可以配合到别人的生意成绩 他说了一个故事 他跟别人说 你有五个同事 我有五个同事 你每个同事可能他的财力比我那五个同事 那你好像说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扔石仔 你那个可以扔十米我只是扔五米 但是我们五个人扔完之后 我是向前五十米的 但你那些同事可能是一个扔左一个扔右 反而变成是退了后十米 所以我听到他这个之后 他真的很有智慧 可以去帮我去怎样跟我团队一起合作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的决定就是 有一次我们的鞋公司出了一个新的鞋款 那个鞋款其实我们大家一看下去 觉得真的不太行 没有什么信心 所有的同事我刚才都说我们要靠团队 所有的同事都跟我说 不要去追求这个款 但是我看到就是我们美国的品牌那边 是很努力用很多力度去推这件事 我反而变回来跟团队讲就是 我们跟这个品牌合作 它有这件这样的货品 我们怎样可以不推呢 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责任 所以变回来就是 我们就在里面抽丝剝奸 反而去找回究竟它有什么独特的一个销售重点 最后出回来就是 就是那一只鞋变成我们那几年销售得最第一的产品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听完之后都真的需要去自己了解清楚 亦都去一路查看自己的决定 去一路把它做得越来越好